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弟子规 我们要分享三句话 第一句话 彼此说长词说短 不关己 莫显管 我们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在劝我们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弟子规针对的对象呢 是未成年的孩子 所以呢这句话 不是说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不要让外面的事情 叫孩子在学习为主要任务的阶段 让他们学习分了心分了神 所以有时候孩子好奇 会打听父母在谈论的一些 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如果父母觉得不应该告诉孩子 或者不应该让孩子知道的太详细 这个时候父母千万不要说 你太小了 少管闲事 不要用这样的口气和孩子说话 应该和孩子说好 在这个阶段呢 你主要是以学习为主 学习 学校的知识为主 所以呢 为了避免让你分心分神 那你大概知道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我想父母和孩子这样讲 对孩子的成长是比较好的 下面一句话 见人善 既思其 纵去远 一见击 看到一个人 善良 行善 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 要存着这样的一个念头 就算和他的距离有点遥远 我们也应该定下目标 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所学习 这个人的榜样 我们应该一步一步的靠近 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下面一句话 见人恶 即内行 看见人家有恶 第一个反应不是去批判他 而是反行自己 我到底有没有恶 今天很多人看到人家的恶 第一个反应是批判别人 而不是内行自己 难怪别人的恶 并不能成就他的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是批判 没有内行 有则改 无加紧 如果我们有他那样的恶 我们就要改变 如果没有 实时警惕我们自己 因为人都是软弱的 如果我处在他那样的环境 情况 有可能我也会伸手作恶 所以我应该警惕我自己 这是正确的态度 所以我们要问孩子 孩子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善良 行善 你会怎么想呢 那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作恶 你又会怎么想呢 从小就让孩子垫下 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根基 让孩子 见贤私情 见恶内行 这样孩子一辈子 有说不完的好处 好了 今天这三句话 也是非常简单的 让孩子为善 善就是利益他人 去恶 不要危害社会 恶就是危害社会 以善是利益他人 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成为利益他人 不危害社会的人 好 今天我们这几句话 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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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